究竟南疆那裡發生了什麼詭異難測的事情的時候,那時候在胡錫山鬼王中總堂碧瑤睡的那間寒冰石室裡面,在鬼王、青龍、幼記、鬼麗、小白等人的陪同之下, 剛剛休息了一晚的大巫師,已經站在碧瑤的寒冰石床旁邊,雖然休息了一整晚,但是大巫師的氣息根本一點都沒有好,反而顯得更加衰敗。 在石室裡面,大家只能聽到大巫師越來越粗重的喘息聲,似乎他所如無多的生命正在悲快地流逝著。 鬼來看著這樣的情形,他不由自主地握住了拳頭,看著大巫師衰老的身影, 和在十年之間,依然一點都沒有變得白氣輕易之中,迫搖的容顏,本來在這十年的聲風血雨之中,早就磨練到很堅強的心智,甚至變成一些冷凹的性格,現在整個人都忍不住開始戰鬥了。 大巫師,大巫師進來的時候,已經告訴眾人,他首先要靠近迫搖剩下來的那個魂魄,究竟是不是就在合歡靈之中。 進來之後,他有時閉目冥想,有時又不斷地練動咒語。 終於,終於,他忽然伸出他那隻震腾腾的手,指著他的方向,正是迫搖雙手握的那隻合歡靈。 是呀,就在這兒了。 他那隻已經乾孤的手,忽然間就碰到了合歡靈,寒冰石室的所有人都忍不住拼住了呼吸。 只見大巫師的手指在那裡,忽然間亮起了一團藍光。 你一團藍光越來越光,但是跟著,大巫師面上呢,所餘無多的生氣,也都非快地消逝, 整塊臉已經變得像死灰一樣的顏色。 忽然間,似乎受了什麼刺激感,沉寂了十年的合歡靈,忽然間嘆一聲,響起了一聲非常清澈的靈聲,慢慢回動。 鬼王和鬼黎的面上,大家都出現了很激動的神色, 兩人竟然忍不住同時向前踏出一步,因為以他兩人的道行見識,當然明白,大巫師剛才運起他那些神奇的無力。 看來沉寂在合歡靈裡面,整十年那麼久的迫搖那個魂魄已經有著神奇的響應。 只要能夠破開合歡靈的禁制,那麼這個魂魄就可以重現人間。 兩人都忍不住,死死地釘著大巫師的手指, 怎知就在這個時候。 合歡靈自從響了一聲之後,身上突然間犯了一層金色的光亮。 開始的時候,這層金光非常微弱,但是轉眼之間, 金光已經轉變成刺激的光芒,就像一團金色的火一樣。 幾乎在同時,大巫師的面上突然出現很吃力的神色, 跟著整間石室當同寒起大勝。 這時候,在石室裡面站著的人人都是道法修行上的大行家。 那一件這樣的情形,就知道大巫師的無力, 剛才顧之言,是引起了合歡靈裡面,迫搖雲怕的陰窩。 但是同時,也激起了合歡靈本身的感應。 這件神奇的法寶,一感應到有外力向它侵襲, 馬上就發起了護體的金光,而且看來這團金光還非常刺激。 那團刺激到,好像金色火光一樣的金光, 噴一聲,突然間,向四周圍蔓延開去。 大巫師站得最近,首當其衝。 加上這時候的大巫師早就已經接近了油盡登夫, 還怎麼抵擋得住啊? 當堂被這團金色的光芒打得整個飛起, 一口鮮血噴一聲,即刻噴了出來。 幸好這時候,鬼王的身形和他應變得很快, 好像鬼魔一樣, 暫眼之間已經出現在大巫師的身邊, 一接就接住了他的身體。 鬼賴同時製作了石雲棒, 搶色的光芒,噴一聲, 當堂將那層金光的擋回頭。 過了一陣, 不斷戰鬥中的俠寬寧慢慢平靜, 那片金色刺激的光芒也消失。 眾人一起看著大巫師, 被俠寬寧的這層金光打清一下, 大巫師擦孔流血, 無論哪個都看得出, 這個老人已經到了垂死的邊緣, 只是剩下殘餘的一點力量而已。 見到這樣的情形, 所有人都面面相聚, 哎呀, 那即是怎樣? 大巫師一出手就受了這麼重的傷, 他還可不可以用到招魂術, 甚至他能不能用招魂術呢? 周圍, 好像死一樣那麼直靜, 直到大巫師自己慢慢睜大眼, 勉強站起來, 伸淫一聲, 這種直靜才打破。 鬼王想扶著他, 大巫師又慢慢搖搖頭, 他抹了抹嘴邊的鮮血, 我不要緊的, 啊, 不過都幸運了, 我知道這位小姐剩下的一隻雲帕, 的確就是這個賀寬寧之中, 不過, 這個賀寬寧, 真是一件神奇的寶貝, 她本身穩陷的靈力, 已經形成了一套很堅固的法陣, 因為這樣, 才可以保住了逼小姐的雲帕, 但是現在, 如果我們要拿回這個雲帕, 再用它來招引其他已經散失了雲帕回來, 救犯上這位小姐, 就要破了賀寬寧的法陣。 講到這一句, 她整個鮮鴨鴨鴨, 又是一口鮮血噴了出來, 鬼妮看見這樣, 雖然她心得很心急, 還忍不住衝上去, 扶著這個老人說, 前輩, 你還是休息一下先, 不可以休息的了, 你不要忘記當日, 在七里洞裡答應過我什麼事啊。 鬼妮咋咋咋咋咋咋, 她知道, 大巫師這個時候, 已經好像交代為言一樣, 大巫師自己已經沒有什麼時間, 她只希望用自己殘餘的生命, 來幫助鬼妮這個網, 那鬼妮就要盡力去完成她已經答應了自己的事情, 把那五件勝氣拿回來, 阻止受惹作惡。 鬼妮咋咋咋咋咋, 她點點頭說, 前輩, 你放心, 啊! 大巫師很欣慰地出口嘲笑, 她腿開鬼妮, 轉身到鬼王他們說, 為禁之計, 要破了賀寬寧的法陣, 又不能損害到小姐的魂魄, 我只有用南疆無術之中的招魂引法陣, 看看可不可以, 將這個小姐的魂魄, 在靈身裡面引出來。 啊! 這位宗主, 幫我找些鮮血來吧, 招魂引, 是鬼道之術, 要用鮮血, 這樣才能增強法力啊! 鬼王馬上點點頭說, 你一層很白而已, 大師, 那這些鮮血, 是要用野獸的血, 這是一隻血呢! 大師, 抖一抖, 他看了鬼王一眼, 最終還說, 野獸的血都可以, 不過, 如果想那效果好些的, 還是人血好啊! 鬼王點了點頭, 即時轉身就走出去, 過了陣, 過了陣, 一同盆滿一滿, 充滿了濃烈, 血腥氣色的鮮血, 捧著進來, 鬼妮看到, 眼角不如清一清, 他深深地看了鬼王一眼, 不過他始終沒有開口說了什麼, 但是鬼王他是若無其事, 對大巫師說, 大師, 你中的血, 就是你一層。 大巫師看著這盆鮮血, 無出聲, 終於只是嘆了一口氣, 好, 我們就開始了, 一邊說, 一邊, 他伸手在自己的三袋裏面, 摸了一支, 適量非常古怪的紅筆出來, 這支筆, 帶了一手指弓那麼粗細, 就像有常人的手掌那麼長短, 筆尾, 丟著一隻狗頭, 筆身是鮮紅色, 都不知道什麼造成的, 上面, 刻著各種稀奇古怪的符咒, 而筆的最前面, 就均勻地相住, 一絲很細很細的帽, 看不出原來的顏色。 只不過, 這支筆, 看來七向染的都是鮮血, 所以, 所有的細毛, 都已經變成鮮紅色。 大巫師握著這支紅色的細筆, 圍繞著寒冰石藏, 突然間在地上, 連續畫出一連串的圖案。 看來這支紅筆, 肯定是大巫師, 用來運行無數一件奇異的法寶, 那支紅筆吸下來的鮮血, 被大巫師畫在地面那裏, 那些鮮血居然一直都不乾, 但是, 又很穩陣地凝固在地面上面, 鬼例看著大巫師, 一路喘息著, 畫完一個一個的圖案。 那些詭異的圖案, 有些似乎像猛獸, 有些好像飛琴大鳥, 有些看上來的, 又好像八空元火陣裏面, 那些空神的樣子。 一個接一個出現, 但是沒有一個相同的。 這些圖案, 全部都互相連接在一起。 空氣的血聲氣味, 越來越濃烈。 在石室之中, 現在除了大巫師的喘息聲之外, 就再沒有其他的聲響。 動於, 大巫師畫完了最後一筆, 所有用鮮血畫成的圖案, 已經全部連在一起了。 但是這個時候, 大巫師整個人, 好像幾乎連站都站不穩一樣, 額頭那裡, 一顆顆冷汗滲出來了, 臉色更加灰白之極。 顯然, 畫這個血陣, 已經耗盡了很多的力氣。 鬼賴和鬼王看著他, 兩人神情都非常緊張。 他們大家都驚著, 這個看上來, 就要垂死的老人, 連鎮法都還沒有畫完, 甚至, 連鎮法都還沒有展開, 就這樣死了去。 他們辛苦得來的希望, 又再落空。 幸好, 大巫師還將自己的身形穩定了, 他坐下, 坐在那個血陣裡面, 然後, 開始小小的連動咒語。 那些咒語, 一句一句地, 在大巫師乾烈的嘴上傳出來, 形成那些非常古怪的音調。 他耳朵, 只聽到大巫師何隻聲, 插, 兩隻手迅速地向前一插, 只聽到四周圍, 鬼哭之聲, 突然響起, 在四面八方, 蜂擁而知, 都不知在哪裏鑽出來, 聚集在那些血色的圖案裡面。 原來大巫師的招魂引發陣, 居然可以直統九幽鬼界, 作了無數的陰靈鬼母來, 將他們禁錮在法陣之中。 這個法陣這麼神奇, 當然要耗損大量的元氣, 透過地下繁起紅光望去, 大巫師現在的面色, 已經像死人一樣。 鬼王和鬼禮兩個人, 心不由自主地, 白白相當愈跳愈快, 暗暗討告, 大巫師, 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堅持下去。 只見那些無數的陰靈鬼妹, 在鮮血發出的紅幫之中, 不斷地跳躍飛舞, 但是, 無論是尋常的幽靈, 或是樣子非常古怪的山精巨獸, 這些魂魄, 都被紅幫的禁錮著, 始終都衝不出去。 大巫師都不理那麼多, 一雙眼慢慢抬起, 看著紅幫籠罩之下, 石台之間, 迫搖首領的俠歡靈, 突然, 他雙手直指, 發聲, 去,去,去。 就在大巫師的手指指著俠歡靈的時候, 那些被他捉來的陰靈鬼妹, 又好像被一股無形的大力, 在那兒推著, 雖然很不情願, 但也要硬向著那個已經犯起 金幫的俠歡靈, 直衝過去, 雜時之間, 迫棄大勝, 俠歡靈的靈身的劇烈戰鬥, 那些鬼魅的妖力, 四面八方直衝過來, 反覆地向著俠歡靈不斷衝擊, 雖然前面的陰靈, 在俠歡靈發出的金光之下, 已經燒到灰飛煙滅, 但無數的陰靈, 在後面急迫而知, 終於, 好像受不到這片陰心的鬼力, 俠歡靈靈身那種淡淡的金光, 終於暗淡進去, 陷入在無數的鬼魅之中, 然後聽一下, 俠歡靈又響了一下清淡的靈聲, 接著, 在俠歡靈的上面, 突然霧出一道輕煙, 若隱若煙, 慢慢地飄動在俠歡靈之上, 哎呀, 難道這就是迫搖的雲盤? 大巫師的臉色, 也都微微紅潤起上來, 他的臉色, 比剛才的氣息好很多, 就連廢墓的手臂, 都似乎有力了很多, 他蒼老的臉上, 在見到這一事, 興焰之後, 亦都浮現了一絲氣息, 喝聲, 絕! 殘魂出體, 久魂歸來, 黃泉舊憂, 焦魂之隱。 這四句咒語, 大巫師可得忠氣十足, 淋然又威。 鬼賴和鬼王都知道, 這個時候, 大巫師已經做到生命的最後時刻, 已經到了回方反照的時候, 但是隨著他話音一落, 那些四周圍, 不斷地撞擊著俠歡靈的鬼妹, 突然間四散, 然後, 在那裏, 周圍那些血色圖案, 好像可以直通鬼界的血色圖案之下, 一道道興焰, 圍繞著俠歡靈上面, 那道興焰, 一齊出現,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道興焰, 加上原來俠歡靈上面飄蕩的那道興焰, 正是構成了三魂七魄, 至今大巫師又喝了一句, 三魂七魄, 聚靈迷神, 俠神首領, 秉為一體。 這個時候, 大巫師面上面, 那些本來洪俊的神色, 已經迅速像潮水般退去, 連他揮舞在空中那隻乾夫的手, 亦都開始又重新戰斗, 這個正是他回光反照, 所激起的最後的生命潛能, 已經悲快地流逝了。 不過, 隨著他念出的那些咒語的聲音, 在半空中, 出現了九度的興焰, 和原來那道, 飄動在俠歡靈上面的興焰, 慢慢已經融合在一起, 而且隱隱約約, 已經融結成一個人的形狀, 哎呀, 是碧瑤的身形啊! 成功了, 看來就要成功了! 南京的招魂術真是神妙, 大巫師不僅僅, 將俠歡靈裡面, 碧瑤靜下來的魂魄引了出來, 而且還用這個靜下來的魂魄作為招引, 將其他的三魂六魄的招引回來。 現在, 招將這個, 在虛空之中, 已經慢慢形成了, 好像碧瑤昔日身影那樣的一道興焰, 引入碧瑤的身體, 看來肯定是大功告成的啦! 這個時候, 鬼王和鬼麗, 都忍不住興奮到全身戰鬥, 成功了, 就要成功啦! 盼望了十年, 經歷了無數的希望, 失望, 絕望, 今日, 終於有如願以上啦! 但是最後的時候, 他們兩人都沒有發現到, 大巫師的面上, 不知幾時開始, 已經冒到一點血色, 他的手也戰鬥得更加厲害, 不過, 他還能盤重自己殘餘的力氣, 大聲地喊, 雲泊已成, 總靈歸為, 靈神入! 喵! 本來, 還有最後一句, 靈神入體, 體字, 在張法未出的時候, 大巫師的聲音忽然啞了, 然後, 大巫師的聲音忽然啞了, 在他嘴裡, 只發了一種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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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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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神奇的發震,將碧瑶的雲魄醉合形成, 但是偏偏就是差最後一句咒語, 依然沒有將碧瑶的雲魄送回到他身體裡面, 他就已經跌低了, 在他口裡,好像還掙扎著想說什麼, 鬼王和鬼勵,馬上拼命地靠近大巫師, 只能聽到大巫師發出一陣恨恨不清的聲音, 差,差一點,要救他,要救他, 你們除非找到狗,狗。 這句說話還沒說完, 老人的頭終於還是垂下了胸口, 再也沒有到半點的聲色, 隨著大巫師一死, 紅光頓時消散, 然後本來在合歡陵上面, 已經醉合成了一道無個人影的轎煙, 忽然間, 好像長禽卡飾一樣, 咻一聲, 全部消失在合歡陵之中, 跟著, 合歡陵噴進化出一下很清脆的雷聲, 在碧玉的雙手裏面,重新又安静落泥了。 静,是麵刻,整個寒冰石室,好像死一樣沉静, 很久很久,都再沒有發出一絲的聲音了。 各位,欲知後事如何,我們明日再講。 解話之先。 經歷了十年,由希望,到失望,到絕望。 游動了今日,他們從來都沒有發現,至於成功。 在今次近,眼看著,才是差最後一步,就可以將沉睡了十年的迫力,重新召醒, 實在重新復活。 但是,僅僅只差一步之餘。 最後,就是因為大無師沒有辦法支撐下去。 這一次,他們又沒有成功地救回碧玉。 這一下,又怎會不用到鬼王和鬼禮傷心弱。 大無師看碧玉招魂,失敗了。 但是,幾乎在同一時間,看南疆十萬大山的震魔洞去頭,集齊了五大盛氣的迷擾。 看受擾的招魂,卻說已經成功。 復活的受擾,不單止即時,也都將以前,跟隨的十三個鳥王,重新聚集他身邊。 而且還中南疆,那些紅人、狗人、豹人、豹人、漁人等這些空殘的蠻族暗爛收復。 受擾復活的消息,也都開始蔓延到南疆的各個部落之中。 本來種類打生打死的金族和木族,都感覺到事情嚴重。 於是,金木水火土,這五個南疆部族, 終於憑著成見,大家一起商量,看怎樣才可以化解這一次幾乎要滅族的牛肌。 不過,他們商量來商量去的結果,都無計可施。 只能夠派人,專利消息,控制在南疆十萬大山之下的墳香谷。 希望這個天下正道三大巨派之一的墳香谷, 能夠派人來幫助他們收復受擾,化解銀機。 但是消息送出去之後,墳香谷那邊,它是一點反應都沒有。 那究竟,這個時候,在墳香谷那邊,又有什麼事發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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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